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欢迎订阅 好,回到最后一节的节目 这一节就会和大家谈外能冠军唱蜜的第一天主题赛事 就是外能冠军资金刚刚第二节目的时候也有提过 这届的赛事其实也挺好看的 除了古猫出了一个挺特别的阵之外 有一部分不明物体过来也有日本远征过来的代表 特别是经济科 赛事真的吹得很厉害 因为它是大延门,热掉了 作为东帝锦标和奥南路锦标的冠军是否真的这么厉害 不过想拿冠军还是要先问了恶伯人 这一项赛事我认为真的可以叫做恶伯人锦标 除了它赢了12届之外 近五届全部都是恶伯人锦标 加上莫雅就赢了四届 变莫纯就未免成功了 另外一只没有叫做是顶龙 看多产巨著可不可以成为第三批 蝉乱外能冠军的锦标 莫雅除了帮波士和恶伯人赢了四届之外 另外2014年也有其幻想大肯赢过 自线的空面大家看到是以朱德望国际锦标为主 另外也有王家马边锦标日食大菜奥南路锦标 上届多产巨像就在英皇锦标需要脱落之后 再来挨握那种锦标 今年它好像是走同一条路 因为它在英皇锦标再次脱落 开始打算跟着那位没什么 但是想不到前面恶伯人的那几只马 就跑得很快 因为本身牙齿谷已经有点上斜了 那就令到多产巨像好像跟着有些吃力 最后又输了 不知他啊 劳森布也只是这么吃货 没错了 因为那时候阵上我看到童话传誓 李辉这样放 我心里想 糟糕 怎会突然这样怎么放呢 所以回到来真的 大家全部都站在那一目熟 年代前面其实你杰奥资战金快了 他回到来其实虽然都有第三 但其实都输给哥利的人多远下的 当然了 纯继的距离 他是比较聪明了 那一届惨败 输成127个猫 我自己都没眼看的 今届起码入直路 我还看到他身影先 对了 拉斯没什么力量 就好过我半路的收听 所以是好一点点的 那像X-1说 都是金快载 令到气量真的会有影响到 还有这位大少女 我怀疑他真的看到雅士谷2400 这个位置 他就有心理阴影的 所以真的跑得没那么好 但是 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赢得威尔茨亲王 能表得证明 其实阿士谷和阿长 他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场其实也跟前了 所以 或者真的可能像上楼贵府那样 不懂得跑这个路程的场地 就是不懂得跑的 那今次回来 就是真的自己主场 首先大家都不用再担心交通上的问题 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还有排多个四档也是 这次预期应该都可以跟着一个挺漂亮的位置 前面有些扣链可以带着 四档也都不一定要买难 以达姆空的位置 那他就进直路先走的话 那就真的看看主要对手 经济货那些买难 追不追到他 那他加上掉过四次 那三次就在英国 那一次就是新市场 因为就是二千坚 另外两次就在牙市局 剩下一次就在杜拜 那换言之 其实他是没有在外越南脱落的 是 那再加上 其实他是没有连续两次脱落的 是 那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是非常难触摸的 那但是总体来说 暂时来看 这一项赛事 他就应该不会脱落的 那加上他目前 他现在就不是大碗 因为经济很热过去 但是次碗 就相对上会好一点 那看这个大笑点 那至于盧森堡 今年的表现就没有之前那么稳定 那因为这一场其实就 前面就真的荒化了很多 那令他是真的很吃力的 那国外人搞二千 那本身他自己在这个路程 的成绩都是很好的 那上一届也只是输了 一些被多产巨掌 看看跑了多少个轮 但是这一届大家就要留意 暂时我们都没真的找到那个原因 那罗敦今年就不会在这一行赛事 就是应该说 有机会不在两天的冠军赛板出现的 所以盧森堡就会找到一个新骑士 就是找了麦当林去跑的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究竟 这位骑士 这位骑士可不可以交出水准 因为始终就算不是莫亚跑 也能跑到水准 今年就除了多产巨掌之外 暂时其他部 摩亚阵连的马 一律都是用了大家比较少见的骑士 所以继马当然 罗森堡很厉害了 今年都可以自己放同人加冕杯 但是看换了骑士之后 可不可以发挥上届外尔能央金标 尽尾历斗多产巨掌的水准出来 接着这条片就跟大家看的 就是男嘉明成 本来不是说要跑圣志 为什么拍到2000元看到他呢 是的 我还觉得挺奇怪 因为Westerville本身已经有出狗森堡 但是最后也出了男嘉明成 这个部署挺有趣的 坦白说 本身他跑圣志打给的时候 我对他就没什么好处 整天都觉得你买暴户尺七 好像没有什么加速 但是事后看到原来这个马 他有一件事好 就是他的斗心非常好 因为这种获地加冕杯 其实是让榜的 就是让后面的大草原洲那些榜 但是大草原洲打足一条直路 都是盯不了盯着的 证明男嘉明成的斗心 其实可能甚至比卢心堡更加厉害 所以男嘉明成这次 虽然他说缩程来跑2000元 但是始终是马小长后 加上如果童话传实他不放 可能他自己走 就或者会克服到这个问题 加上 他刻意去部署缩来跑2000元 我觉得他就不是讲玩的 因为你放得多产巨绝 放在卢心堡 以往来都觉得已经是双保险 但是既然你够胆放得男嘉明成 而且事后看回他目前为止 他唯一输成是业心打费 那一场其实他输掉了 可能你别人关他斗心事 是开外平志工成太厉害了 即是他的实力已经凌价了他 所以他为什么登场是正常的 但是之后你看到他爱尔兰打给 获迪加冕杯 好像在慢慢的 但是他也赢得 那可能就证明这一只马 可能在这一方面是有些能行所不能的本领 所以今次宿内跑2000元 纵使怕他路程度有少少短也好 但是我觉得他绝对都是有增性的机会 始终他暂时这么大个子 以来跑两次2000元都赢了 包括那场圣格楼准备大赛 赢着海流群岛 就是桃花开 都赢得到的 今年复出赢的那场打给预赛 都是2000元 还要同一个马场 所以其实正常来说应该没问题 还有我觉得他真的有机会成为第二部分的路心堡 因为大家都重要两兄弟 还有说名也有得说 洛杉磯LA比路心堡 还要同彩依 所以我也觉得其实他们的形格 就是南加明城是会有机会接到路心堡 成为他同一类型 当然了 今场我们就说为什么阵这么奇怪 就是Westernberg暂时阵上也出了三个 南加明城 盧森堡甚至童话传实 其实他们都是类似这样的跑法 也是大家在前面斗 斗蓝回来的 所以到时究竟他们在阵上面 会怎么去互动 那个阵摆位会怎么样 其实也挺有趣 南加明城今次用的骑士 就是孟文坚 也之前帮过同一个阵营去跑 就是叫做大家都是 鼓摩亚阵营 算是 斑霸实力也是有赢过的 所以他就相对来说 大家就会比麦当林 会熟悉一点点 看看他又可不可以 因为这阵真的不难骑 不容易跑 所以看看会不会都可以 发挥到后劲 所以麦文坚 最近多数帮我扮子跑 这次就帮老爸跑 看看他跑得怎么样 那之后就看看飞股 暂时看就可能是最强对手 就是经济货 因为他冬帝感标 完全当你古智慧 没有到的 赢了六个马 但是之后据悉 幕后觉得他不想 那么快给他上海2000 那之后就隔了一轮 到这场奥兰博 那过去发觉 那依然是很轻松的 那完全是赢了一只耳瓦 因为耳瓦 始终是看好顿弓的冠军 没错 都已经证明了能力 那所以经济波 目前看培率 他就热得非常夸张 他好像就当你古摩一会 而不倒 因为我看到培率是一度是热 跌到没两倍 那现在就上了少少 到21几元左右 那我看看这个经济波的轮外是怎样 目线 你看看他真的有些天才的味道 那跑2000 那可能不知道 因为他负下雷霆的关系 所以觉得他还是2000好一点 那既然希国斯这么有心机 部署他真的跑2000 我相信对他来说是真的有些期待 但是始终你去到古摩雅的主场 有四只马围剿 你是不是这么容易摆脱到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喂 其实这样的情况 另外想起之前就是外尔兰打比 说到和气这么厉害 打算过去挑战 那你都是输明战古食 你赢得南加明食 不好意思 你去到古摩雅的领域 进了结界 人家打了组 你就搞不定 而且他锁了很多对手 当了三童大祭典去仇人 结果就失败了南加明食 所以在外尔兰的地头 古摩雅的力量是绝对不可以发展 当然了 你说到经济科 你赢得古智慧 赢得二瓦堡 其实都是一个很强的赛绩 但是始终你还没跑过里奥帕马赛 是 所以也是有点考验在 还有就是他考完这场之后 接下来的目标 还会下去英国冠军感 很大机会 所以看看他这场表现 对不对版 因为说真的 多产巨像 卢森堡 南加明食 这些全部已经是一级赛 证明了 看下这一只 现在当地这么受注目的马 是不是真的可以一举 遷灭所有古摩雅的马 最后一条片跟大家看 经济科 够特别 有日本马力走来跑这一场 爱尔兰军感表就是真命身帝 联马赛是谁 就是我非常尊敬的始作者 始作方人 这次就会过来挑战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最终极的目标的心愿 当然是跑海船门 但是下来爱尔兰 先踩一踩欧洲的地先 应该也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主要目标就是要挑战海船门大策 就是效果 设计名思 这是真命身帝 是的 还是有些生 你看到日本打的姜口还是不好的 但是最后冲上来的第三 其实算是这样 那马真的有些中步 那坦白说 现阶段你要赢 我要留古摩雅禁标 难道是有的 那今天始终反正流星 都是人生路口属 虽然始终可能给他很多锻炼的机会 反正流星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但是是否真的可以立即赢得到呢 其实我会比较期待 这个青春永驻的跑肉 地会多一些 但是真命身帝 看到那马开始慢慢有些进步 那镜永驻里面好像有些少彩后 那松永驻二仙就应该会好 那加上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应该都会帮助到板页流星发费 那看看这个真命身帝 可不可以带你给大家 我自己就当三四船那么多 是的 那我自己都希望尽量争取好成绩先 让他适应一下欧洲的环境 因为我看他在法国 就是因为他现在就在法国那边操练线 那其实他拍着那只随行马 就是大家族 其实他的姿态很轻松 所以可能始终他是过来设计名师 所以应该挺适应欧洲的地 那还有虽然刚才X1也说到 他跑日本打给2400那场有些抢口 那2000应该会好一点 那当然长远来说 这只马都是要跑里半的 是 纯粹因为现在这只马还是比较小子 所以就会有一点抢口的问题 那但是你见他由高越上追不上 就进天朝城 那跑第五之后 这场虽然就给那只野田芳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衝上来的 那但是即入直路 见板井仔一直是这样打上来的时候 其实马是越冲越油这样回来 那希望这场搞定了之后 那在海船门也有好成绩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大家要留意就是板井仔 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跑新式纪念的时候 光华后竞就出了事 所以就令到他自己有点伤 那希望他真的可以恢复回 没有事就可以跑到真命身底 还有这场马其实形势 和一般日本马都蛮不同 大家都看到其实是驱蜜龙 是 即是飞行其实也挺慢的 那看看这方面可不可以帮他认证 欧洲的赛事 因为日本整天 大家都会看到马帆是会拉散一点 但是这场就不同了 那看看能帮到多少 那最后就给大家看看数据 就是为何我应该按赤盐本的成绩 那成绩都可以的 都会有1.3kg 那暂时呢 农前的赤盐本就是多产巨像的 就是上届冠军 那虽然呢 其实也说过不止一次 其实他是一只很难触摸的 是 但是so far来看 他在爱尔兰的表现雜誌 应该都算是稳定的 那加上出卖也不会太多 那应该早就不会脱下 哇 应该就不会的 那还有就是 也做了这么久的可爱赛 对啦 又看到了这么多老板 那我们也认识了这么久的 大家都知道 我由要吃到心丹到现在 就好像练成了这个强大的心臟 就是开始可以心如止水 但是当然 除了你说多产巨像的表现比较缺乏之外 那希望他分回自己主场 都可以加上最好的水准 那盧森堡和南家名食 其实都是一些很有实力的 但是大家就要想一下 这次真的换到骑士 那看看会不会发挥到水准 但是如果万一他们全部失了手 那经济科这些上来的嘛 真命新帝也是应该都挺有潜力的 心知了 我们其实都没准备 就是没时间 就是不够时间 去给大家看那条片子 就捉到了 是 因为他真的慢慢开始稳定了 也都有少少少进步 那么今天国际那边都可能是三 嗯 都是主要战线来的 是的 那所以呢 这些马其实都有机会 在今届的外尔达冠军那边去偷集的 所以呢 看上去其实今届赛事就很好看 是 很多很有实力 也都很有声味的马 那所以呢 大家各撑各的 那看看最后 我 就当然没办法我们去撑鼓摸一下的了 那看看会不会都可以顺利 帮我白人赢第六届 就是连续六届赢到外尔达冠军了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那跟大家谈了就是三场的赛事 戴花錦标 那马顿錦标 和外尔达冠军的錦标 那明天的同样时间呢 就会跟大家谈这个 外尔达冠军赛物第二个赛事 那X军开场也说过了 就会先去却拉马场 看四场一级赛 由最短图1000米 跑到这个外尔达 升至2000米都有的 那但是预告定先了 那明天X军有少少事 他有请定的 那一早跟我过好价 那就放弃一马 因为迟些有很多大悬要找他谈 所以呢 又找回我的朋友 就上来跟我一起谈 那究竟会是谁呢 明天留意的节目就会知道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